哈囉大家好我是肥貓 那去上次如何看懂這個譜上面的和弦的按法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單音的看法 譜要怎麼看 那其實更簡單呢 我上次講到呢就是最上面的是第一弦 然後第二弦第三弦第四弦 第一弦是烏克力最細的這一根D234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很簡單的譜 這是小蜜蜂的前奏 他這邊寫三零零一二二 零二零一三三三 什麼意思呢你看三零零 三零零在哪裡 三零零呢就是在指 他這邊三就是在指他的格數 零的這代表你要彈空弦 所以呢這第一弦第二弦 第二弦要按第三格彈 然後空弦空弦 然後再按第一格彈 所以呢就變成 第二弦 有沒有第三格彈 有沒有然後空弦 第一格彈 然後第一格彈 有沒有所以我大概 這樣應該看得到 所以呢看到下面這個三 有沒有然後零零 然後一二就換弦了有沒有 他換到上面他換到這根這根這根第三弦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 就變三零零一二二 有沒有然後零二零一三三三 有沒有再彈一次就變三零零一二 沒有三零零一二二 零零零零一三三三 有沒有 那這個數字指的是 你的格子 那你的手指要怎麼樣去 到底要用哪根手指的按這些格子呢 其實一個基本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 當你這個你的手有沒有 基本上你在談答應的時候 是一根手指固一格 一根手指固一格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一個想法 就是說 當你一個靶位 我們什麼叫靶位呢 就是這樣握一靶 你在這邊的位置我們叫靶位 那食指呢 我們就固這一個 中指呢就固這一個 無名指就固這一個 小指就固這一個 那像剛才彈的話 是彈我們彈 有沒有 所以我就 發的時候我就用食指 我不會彈 有沒有 不會把移過來彈 那這樣子不好彈嘛 所以呢 基本的概念就是一根手指固一格來彈 你可以練練看喔